哈嘍 大家好 我是瘟月 那今天呢 要繼續我們的修世間模組生存 好的 那我們上幾年開啟了傳說世界的傳送門嘛 所以說我們今天理所當然的就要去傳說世界了喔 不過我現在才想起來 我有一件事情 一直都沒有跟各位觀眾講 各位知道這個東西是什麼嗎 這個是真俊劍 各位還記得我應該是上上級吧 不是又去了一趟就是蘑菇世界嗎 然後為了帶這個槽回來 然後我就又直接打到了一個BOSS的召喚石 然後直接又殺掉了一隻BOSS 直接就掉了一把劍 然後我還測試過了 這把劍也太扯了吧 24攻擊 這把21 做真俊劍也太扯了吧 還可以強制回血是怎樣 OMG 莫名其妙就拿到一把特別強的劍了你知道嗎 不過沒關係 我們拿到了更強的劍我們就只給它替換掉 雖然說我覺得這把劍長得有點醜 真的是有點醜你知道嗎 不過沒關係啊我不是那種在意外表的人 他夠強我就用好不好 真俊劍感覺超猛 所以說我們今天探傳說世界應該會探得很開心喔 來我們直接進傳送門 然後我們上一集有稍微就是來到了一下傳說世界 然後我沒猜錯的話應該是我又在弟弟了 傳說世界不可能 他那個名字聽起來就不像洞窟世界你知道嗎 他一定有地標 所以說我現在要先 這地方怎樣 超黑欸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傳說的石頭喔 感覺超陰森的 不過這個世界我覺得有點糟欸 我不太喜歡這種墨綠色的地方喔 我應該說我不太喜歡綠色啦 尤其是像這種又暗又綠的東西 有點噁心 老兄你地表要出來了沒 你這地表有點高喔 不是吧 我已經到69了欸 該不會這個地方真的是一個洞窟世界吧 我們再往上挖 奇怪 我怎麼感覺沒有要挖出去的感覺 奇怪為什麼 欸 這什麼東西 喔這泥土 這泥土對不對 傳說殺死 挖出來挖出來 不要嚇我害我沒有地表 喔 這是哪裡這是哪裡 欸 又是晚上嗎 這地方 哎唷 怎麼那麼多怪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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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那麼多怪 這什麼這什麼 巨蝸牛 喔真俊劍喔 還有一對劍死虎欸等一下 這什麼地方 我料死前時代是不是 巨角鹿 不要打不要打 我怎麼感覺不會扣血啊 Oh my god 我打了好多怪 什麼東西誰 誰在打我 誰在打我 什麼東西啊 喔 它這個綠綠的東西在打我 不過我比較討厭的是這個地方 沒有太陽欸 我本來想說傳說就是要那種 很明亮的感覺有沒有 這地方是不會很暗啊 可是就灰灰萌萌的 然後像史前時代的感覺你知道嗎 劍池湖 好可愛喔 不知道劍池會掉什麼東西 不過我們還是在這邊寄個座標好了 怕我回不去啊 然後我看到一個好恐怖的東西喔 那是什麼 怎麼又是超大隻的東西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東西 大懶獸 大...大...大懶獸是什麼東西 大懶獸聽起來好...怪喔 它是大象是不是 大懶獸 這是什麼 聚角鹿 哇這邊好和平喔 它掉了一個東西 象牙 象牙可以做象牙塊 象牙塊可以做... 就是箭材就對了 箭材 哇這個地方感覺好和平喔 我回來好喜歡這個地方喔 自從我去那個垃圾黃金世界之後 我就好喜歡像這種 和平的世界喔各位觀眾 各位觀眾不覺得嗎 這裡超和平欸 哇這也是史前世界是不是 這是什麼這是什麼 我看到一個奇怪的 這是什麼東西 背甲獸 欸打不到欸 防...防禁戰防弓箭 阿不然我要怎麼打你 你這隻怪是怎樣 欸欸欸 這...這怪怎麼打啊 只能用魔法是不是 這種怪我只能用魔法打是不是 我的天啊 欸這地方... 有早上欸 它快早上了 真的假的 這地方有... 有把...有天氣系統喔 欸欸 欸 欸 Oh my God 快早上了各位觀眾 想不到這個地方 哇 各位觀眾 這才是好世界吧 為什麼我每次去找那種很 莫名其妙的世界討虐呢 各位觀眾看這個地方 又有早上 然後 又...風景又好 我太感動了 果然還是要相信我自己的直覺 不應該相信什麼其他的觀眾 唉 大懶像 好啦 那我們就是繼續探險啦 把這些... 這是什麼東西 草地 然後有一些劍池虎 欸欸欸 誰...誰打我只那麼多隻 等一下這劍池虎是怎樣 也太多隻了吧 不要...不要...不要... 有品...有品... 然後我又看到奇怪的怪 那是什麼 我去看一下 這是什麼東西 變色龍欸 剛剛明明就不是這個顏色的 這是什麼 三角龍 這不是這些變色龍嗎 三角龍 天哪 巨蝸牛 哇這地方好好刷等級喔 各位觀眾 等級超好刷欸 這是什麼東西 純寶石 我愛這個地方好不好 我愛這裡 純寶石 這是什麼 沉重巨石 喔 喔...這該不會是召喚boss的東西吧 沉重巨石 因為它不能...不能...不能...不能換你知道嗎 唉唷 感覺很像喔 我把一些傳說石丟掉 這是什麼 傳說純寶石 好吧 來來來來 有多少怪都來 我一個一個把你們全部砍死啊 用槍好了 用槍 比較省事 哇 這隻大象防槍欸 有點猛 欸我打到奇怪的純寶石了 花園純寶石 唉唷 我又可以去下個世界是不是 花園欸 好以後再說 來來來來 我們再繼續往裡面 一點深入看看啊 我們必須更深入一點好不好 來來來我走到一個奇怪的百花 呃...一堆桃花 是不是這什麼東西 托...瑪莉亞 托尼爾瑪莉亞 哇...觀眾 這邊的植物不會讓我那個欸 緩速什麼的 然後我找到一個建築了 金字塔欸 長得像那個瑪雅的金字塔 我來看一下這是什麼 感覺可以冒險喔 想不到我第一個建築是找到這麼大的東西欸 這裡面一定...一定很讚 很讚 走開走開 聚角路 欸我找路火我找路火走開 真的是瑪雅的金字塔欸 一模一樣欸 這個東西 路口在這裡是不是 走走我們進去看一下 這什麼東西啊 神廟文樣 我感覺這裡面一定會有好東西 至少來個武器什麼的對不對 我很期待喔各位觀眾 哈囉 這邊是入口是不是 入口圈在最上方欸 喔喔喔喔喔 他怎麼有個奇怪的東西在嚇我啊 他...他笑...笑...嚇到我你知道嗎 有了啦 我這樣他怎麼探啊 他一直笑 我這樣要怎麼探啊 他一直讓我失明然後燒起來欸 我是不是沒有拿到什麼關鍵道具啊 所以說 所以說 你不要再笑 你不要再笑了 我今天就是要硬闖這裡 你阻止不了我 然後這東西我挖不掉 可以的可以的 我的裝備構成構成 我的回血也可以 不行 這邊我過不去了 我過來我過來還可以還可以 還好我夠猛 直接走進來 快點快點快點 這牲畜到底有什麼 到底隱藏著什麼東西 也要一直阻止我 越來越窄了 這裡是哪裡 已經沒有毒了 唉唷 這裡是哪裡 到了一個很 完了完了 雕零 可是我應該還可以 然後還反速 這是試煉之門的意思 是嗎 我應該不會死吧 我還滿血還可以 我那個 我那個 這套的回血真的很猛 是不是 還是是我的那個 技能的關係 快點我就快走到最後了 我快了 我快了 應該到很下面了才對 不要我 開始扣血了不要 這裡沒有怪給我吸血啊 我到下一階層了 然後又開始燒了 吃東西吃東西 先讓我回去再說 不要再笑了拜託 欸不行 欸不行我 有怪 剛好給我吸一下 給我吸幾口 這 這底部到底是什麼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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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死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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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啊 對不起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欸 喔 我抓 我清楚了 它是有這種地紋 有沒有地紋的關係 所以說我可以破解它對不對 我這樣子撲過去 不要踩到這種東西 就沒問題了 那我前面還一直在那邊踩 我是有病是不是啊 踩那麼爽 欸有人在噴我 有人在噴我 走開啦 你打不贏我啦 你們這些傢伙 沒有用沒有用的 對對我踩到這個東西才有用 我直接跳過去就好了 我天啊 我天啊 到底有誰 到底有誰會直接衝下來啊 這只有我吧 只有我會直接從上面直接衝下來吧 太扯了吧 來來來 這森處有個生怪磚 就這樣子 我扣那麼多血 就為了下來弄你這個生怪磚 What 你最好給我掉點好東西喔 我警告你 我可是 拼了命的走下來你知道嗎 這東西我真的挖不掉啊 各位觀眾知道這代表什麼嗎 代表說我不能夠做生怪塔 我沒有辦法就是 把這邊挖的寬一點 現在我只求他會給我一點好東西好不好 我就在這邊等 直到我刷到一點比較好的東西為止 哇各位觀眾我不太想刷這一隻東西了耶 他出怪好慢喔 超慢的不是我在講 我已經不太想打了 我小心看其他地方啊 如果這裡有什麼很重要的東西 我之後 之後再查啦好不好 我可能就這一輪再打掉吧 沒東西的話我就先走了 之後再查這裡會掉什麼東西 然後再來刷好了 我拿到什麼東西嗎 旗幟 就為了拿旗幟是吧 好吧那我要走了 恩 然後我一出來馬上就看到這個東西了 這是什麼 走馬上去看一下 欸等一下我中 我那個了 走走走走 拿什麼東西 那看起來就像建築啊 那看起來就像建築啊 該不是樂透兌換人的東西吧 該不是樂透兌換人的東西吧 看起來那個平帶有點像耶 喔沒有他有一個箱子耶 欸沒有沒有沒有 那是祭壇那是祭壇 BOSS祭壇嗎 震盪祭壇 震盪祭壇 震盪祭壇是幹嘛的啊 該不會這隻BOSS的名字叫震盪吧 不知道這是不是耶 這感覺有點像 可是他名字不一樣啊 乘重巨石怎麼樣都跟震盪沒有關係吧 點點看 對沒關係 看來看來怎麼乘重巨石了 並不是BOSS的狀物 好啦那我們就繼續探索吧 這世界總不會只有這種東西吧 應該會有一種 應該會有一點別的吧 那我們繼續找 然後我看到了 這邊一堆橘距的東西 哇他那個建築也蠻明顯的耶 橘距的 怎麼又是金字塔啦 我不要再去金字塔了喔 這裡金字塔怎麼那麼多喔 阿官 阿均殺 reviewing 收成全érience 多月 TV 哎呦 чув嘉唷的聲音耶 pod cm 演息的突擊的聲音 這地方也有是嗎 跳跳 喔 彈跳鳥 他跳高喔 他掉了羽毛耶 喔這個這個很重要 储isin 柔道這個知道這是什麼嗎 哇 這超好用的 這個是用來做元素鍵的 一根就可以16根 啊然後用雞的羽毛的話 一根只有4個 哇 這好 原來在這裡 不錯不錯不錯 看來我之後可以在這邊弄刷怪塔了 這個一定要啊 多重要你知道嗎 這個對我而言很重要啊 只是它這個生活 它這個刷怪箱怎麼長得好奇怪喔 一點也不像刷怪箱啊 來啦 我們一樣在這邊計個坐標啦 之後再來啊 我就跟你說嘛 這個世界感覺就 對我特別有用啊 比較前期的世界 對我而言就是比較OK 因為我現在缺的資源 通常這種地方都會有 太爽了 太爽了 來 我們繼續找 也許這個世界全部的建築 都是我需要的喔 欸 跟我怎麼說打到一個這個東西了 湯姆遜衝鋒槍 超級快啊 金屬彈 試試看 試試看 超級快耶 用上超級快那應該就是真的超級快喔 我們來試試看 喔呦 喔呦 是超級快沒錯啦 可是各位觀眾知道嗎 我之前在試這個鎖鏈造勢者的時候對不對 我發現到它可以這樣用 就是用點的比較快 有沒有有沒有這種速度 其實不會比那個超級快好慢啊 欸欸 各位觀眾走回來了 我這裡有插火把喔 有火把還蠻明顯的 好啦 那我基本上已經在這裡晃了一段時間了嘛 找到應該是三個建築啦 那我現在的話 我記得 傳說應該是有礦物的 所以說我想要在這裡稍微挖一下 我們就在60這邊挖好了 這個類的 看看能不能挖到好東西 不是不是好東西啦 這裡就一個東西而已 欸 這我留給你奇怪的錠耶 就是這個錠吧 骷髏錠耶 哇 各位觀眾 骷髏的耶 它骷髏的工具耶 而且它沒有那個 就是 什麼精煉什麼的 蛤 元素鍵傷提升害70% 元素傷提升害是什麼東西 它這個翻譯有問題喔 OMG 好猛喔 各位觀眾 然後啊 各位觀眾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有觀眾跟我說 骷髏的東西對不對 比魚鏡的東西還要強 就是它的速度更快的樣子 然後唯一的缺點好像是 耐久度偏低 就2000吧 就比魚鏡少1000 不過也很強啊 好 各位觀眾 我已經挖到三個錠了喔 不過比較奇怪的是 我已經挖超遠了喔 真的是超遠超長喔 我連一個礦也沒挖到耶 是我高度選擇錯誤嗎 好啦 總之我現在拿到三個錠了嘛 我就先回去好了 先做一把鎬子來用用看 啊對 順便可以幫我們的 蘑菇劍的 真菌劍附魔一下嘛對不對 這樣子我的劍又更猛了 太棒了 走走走 回去囉 等一下 欸我找到了 等一下我才想說 我往洞窟看看 會不會找到礦 我就看到了 這什麼東西啊 骨頭 呃 脆骨 腿骨碎片是不是 這什麼東西啊 腿骨 喔 這一個地方是 挖化石的感覺是不是 我還有一個頭骨 頭骨 胸骨 竹骨 腿骨 才能做一個骷髏錠 骷髏護腿 飽食度不會減少 欸不是 它這個高度是多少 36 要在這種地方挖是不是 我再稍微看一下好了啦 欸我找到礦了 這什麼 胸骨嗎 還頭骨 頭骨一個 我要四個 它只給我一個 天哪 的天哪 所以它總共四種礦是不是 頭骨 胸骨 好啦我爛得著了啦 我先回去好了 這個以後啦 或者是我私下的時候 再自己挖就好 所以說啊 不用不用不做 我們回來了 來囉 真駿劍 真駿劍 神之附魔來了 各位觀眾 拜託 跟我講一下 有什麼世界有蜘蛛 好不好 跟我講一下 哪個世界它有蜘蛛 給我看 我到底要是把截肢的幹嘛 好啦 那我們這集就差不多先到這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